你把那城市换三个多余了 三个多余 太黑心 我才转移到 2014年四川警方 正因为一起很离奇的失踪案件 忙碌的焦头烂额 因为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 一连几天的调查 都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就在警方尝试性地 从这名失踪女子的前男友 作为调查方向的时候 警方竟然找到了意料之外的线索 而这些线索的来源 正是该女子前男友 饲养着的七条大藏壕 这名女子 她究竟是失踪还是身亡 这七条大藏壕 又为警方带来了怎样的线索呢 在2014年的12月1日 有一名年轻男子 来到了十方市公安局报案 这名男子称自己的母亲张某 在五天前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经过亲戚朋友的多方寻找 也没有任何结果 于是这位年轻男子 怀疑自己的母亲张某 可能遭遇了意外 因此特地找到公安局报案 希望警方能够展开调查 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 感觉这起案件可能不太简单 因为失踪女子张某 已经40多岁 是个中年女性 而且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 遭遇人口 拐卖或者自己 单纯的走失可能性都不是很大 不管是张某的亲戚 还是朋友 都没有听说过 张某存在着什么仇家 这可让警方调查人员有些疑惑 难道一个40多岁的女子 真的是自己出去游玩结果 失踪了吗 就在这时 负责调查张某通信信息的警方人员 有了一个收获 那就是张某在失踪当天 向外界呼叫的电话号码 警方很快就看到 最后一条是打到张某的家中 而倒数第二条 经过询问张某的母亲 发现这一条号码是 属于张某的前男友李某 也就是说 除了张某的母亲之外 李某就是张某生前最后联系的人 很快警方就打听起了 张某和李某二人之间过往的情况 根据张某的儿子回忆 张某他们一家都觉得李某这个人各方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不单单是人品 印象上给张某家里人感觉不错 还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 而且这个李某为人还特别诚恳 据张某的儿子讲起 张某的前男友李某曾经说过要做什么事业 资金方面还差十万元 张某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 二话没说 就把这十万元借给了李某 十万人的数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说 大也不算大说 小也不算太小 而且李某当时也处于创业初期 在资金上面也确实比较紧张 可是这个李某依然坚持着 每个月都还给张某一定数额的钱 在这之后 李某和张某两个人 因为情感上的一些问题发生分歧 最后也是和平分手 但是李某在这之后 依然坚持着每隔一段时间 就把一部分的钱还给张某 而这最后一次通电话 据张某的儿子回忆 当时张某还特别说起过 李某这次打电话 就是要还清最后剩下的5000元钱债务 同时还要请张某出来吃个饭 以表达 当时在创业阶段 李某这十万元钱给到的支持 据警方的评估认为 李某可能会有一些 警方调查所需要的线索 于是联系上了李某 在警方与李某见面后 李某表示 对于张某的失踪 自己心里面也是感觉到很疑惑 随后警方询问李某 最后一次给张某通电话时候 都具体说了什么 李某的交代也是如同其他人那样 说是要还上之前欠张某最后一笔欠款 同时为了感谢张某 就请张某吃了顿饭 当时警方认为 张某可能会在吃饭交谈当中 透露一些事情 这对于调查张某的去向有所帮助 于是就询问李某当时在吃饭过程当中 都谈到了哪些事情 李某向警方说 当时张某曾经询问过 李某当年借着十万块钱的目的是干嘛 于是李某就对张某说 当时用这些钱在县城外面 搞了一个农家乐的小山庄 不过后来吃完饭之后 张某似乎忘了二人 之前在饭桌上交谈的事情 声称是约了人一会儿 直接去酒债勾玩 就自己离开了 李某的这个表述看起来有些自然 但是已经掌握了部分情况的警方调查人员 很快就发现了李某这段表述半真半假 因为警方早在张某家里就已经询问过 张某手机最后一次的通话记录 就是往家里面拨打的 通话时间就是和李某吃饭的当天 接电话的是张某的母亲 张某的母亲虽然已经七十多岁 但依然耳聪慕名清醒的记得 当时张某打电话来 是要自己的母亲晚上留一些饭菜 张某当天要稍晚些回来 在自己家里吃饭 而且张某的母亲在通话结束后 还生怕自己因为年纪大忘记某些事情 还嘱咐张某的儿子 记得当天晚饭的时候提醒一下 显然这和李某方面最后的说辞有些冲突 若是张某要是找了哪个朋友 在当天直接就去酒债勾玩 那干嘛还要往家里打个电话 要自己的母亲准备给他留一些饭菜呢 显然张某的亲属是没有必要向警方撒谎的 那就很可能是李某最后 对于张某的去向有所隐瞒 于是警方就又开始两个方面的调查 一部分的警方人员开始调取当天 二人吃饭所在火锅店 以及附近街道和商家的摄像头录像 因为也存在着张某是在回家路上 突然遭遇某些意外导致失踪的情况 另一方面则是 直接要求李某进行配合警方人员 到李某开办的这家农家乐山庄进行调查 随后调查监控的警方人员 发现了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根据当时饭店 以及附近街道上的监控录像显示 张某和李某吃完饭之后 就都坐上了李某的小轿车 并且从几条街之后的监控录像显示 李某这辆小轿车的后座窗户是打开着的 虽然当时的监控画面拍摄的不是很清楚 但明显能看到在李某的小轿车后座上 坐了一个女子 以及一条有着金黄色毛发的宠物狗 随后警方通过其他方式调查得知 李某就是养着一条和监控上 颜色非常相近的金毛犬 而通过对于车辆行驶路线的预测 警方发现这辆车的终点 就很有可能是李某开设的那个农家乐山庄 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直接断定 李某在张某最后行踪的问题上 存在着故意撒谎的行为 因此认为李某的身上有着重大的嫌疑 随后警方直接对李某出示了相关证据 这一次李某却突然改口声称 在那一天吃完饭之后 李某确实带着张某驾车来到了山庄 当初之所以对警察掩盖这一事实 李某声称是担心如果警方来到山庄进行调查 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到农家乐山庄 未来开门做生意 这些常年和刑事案件打交道的警方人员自然地清楚 在面对警方的盘问时 如果他们敢说出第一句谎言 就会为了掩饰这一句谎言 再说出无数多个谎言 在警方的眼中 李某那个所谓真诚 守信用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 后来警方开始在李某开设的山庄内展开初步调查 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 在此时参与这些案件调查的警方人员 内心里都有着一种担忧 来到这个山庄的警方人员发现 李某的这个农家乐小山庄 本身就是建在一片山林当中 假如说李某将张某杀害了 直接抛尸在山林里 也是很简单的 于是当地警方马上向上级部门反应 经上级部门协调 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警力 开始以山庄为中心 方圆五公里半径的山林内展开搜索 同时也加派警力对于山庄内部进行彻查 在山庄外警方爬山涉水漫山遍野 决地三尺的彻查 在山庄内的警方人员 同样也在试图寻找到蛛丝马迹 就在一名警方人员正想要到山庄的后院进行调查时 突然之间从后院里面传来了一声 巨大且雄厚的巨兽怒吼 不单单给这个前来调查的警员吓得一大跳 声音还传到了附近山林里 让山林里面调查的警方人员 心头一警赶忙询问山庄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这时候 其他人跑过来一看 原来是这山庄的后院院子里面 养着七头足足有一人高的几条大狗 正对着眼前的警员们露出凶狠的目光 好在这七条大狗都被拴在街市的钢筋笼子里 李某也听到了声音赶忙来到后院 对警方解释道 李某他本人非常喜欢藏骜 通过经营这个山庄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 就托人买了几只血统 还算得上纯正的藏骜养在这后院里面 不过当时 警方人员都没注意李某要说的这些话 而是看到了那七只藏骜巨大的体型 心头当中出现了一个可能性很大 但是警方人员都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这时有一个民警询问李某 山庄当中有没有监控摄像头 李某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也不知道脸上的表情是尴尬还是紧张 抬头指了指后院旁边建筑的墙上 说到他们山庄就安装了这一个摄像头 用来看着后院附近的后门以及厨房 其他地方就没有摄像头了 警方人员感觉很奇怪 这后院放着七只大藏骜 刚才那一声怒吼半座山都听得清清楚楚 还用得着监控 不过警方为了谨慎起见 依然调取了这个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而另一边警方在山庄内 更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在山庄的一处室外楼梯 以及附近的墙面上 发现了人类的血迹 经采集送至进行用科技手段对比后 果不其然这些血迹都是属于张某的 警方在询问时 李某称 这些血迹是当时张某自己不小心跌倒造成的 在跌倒之后张某的心情不太好 就直接回家去了 在场的警方有些都差点被李某这拙劣的谎言 给惹得发笑 你这山庄如此闭塞 一般人进来 想要走出去哪那么容易 而且在场的警方人员根据血迹也判断出 当时的张某从这一处室外楼梯一路滚下去 虽说这楼梯是为木质没有那么坚硬 但最后张某的头部 还是撞到了楼梯旁边的墙面上 从这么高的楼梯上摔下去 再加上这么一撞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还能站起来 早回到家里面去 这根本就不可能 随后警方从监控摄像头中 还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 在进入到十一月份之后 李某的山庄是处于一种停业状态 但李某明显 雇佣了一个人每天来到山庄 给在后院里养着的七条藏鳕 做狗粮 就是从张某失踪的那一天开始 为养着七条大藏鳕的人 就变成了张某本人 这确实是太巧了 警方不得不对于此案的结果 做了最坏的打算 由于李某一再的说谎 警方对于让李某主动交代 一些事情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于是乎 警方找来专业人员 对这七条藏鳕进行了控制 利用这期间 搜集到了这些藏鳕 在最近几天排出的粪便 警方人员忍受着恶臭 在藏鳕的粪便当中 开始寻找着线索 没过几天 对于藏鳕粪便的调查结果传来 在藏鳕的粪便当中 发现了人类骨骼碎片 以及一枚有些变形的戒指 但经过警方进行比对之后 认定这枚戒指正是张某平时 经常戴在手上的那一枚 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 李某终于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李某表示他和张某 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在那天还给了张某5000块钱之后 张某提出要到李某开的那个山庄 上去看一看 李某欣然同意 就带着张某来到了山庄 在二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 聊天的过程当中 李某无意间透露出 他心交了个很年轻的女朋友 听到了这句话 当时张某的情绪就变得很激动 说李某是个负心汉 既骗了钱 现在有事业了 有钱了 发达了 就喜心厌旧 李某当时听了张某这些讽刺挖苦的话 觉得很不甘心 毕竟李某可是把张某当年 借给他的钱都还回去了 怎么能说是骗了钱呢 再说这事业也是李某辛苦打拼出来的 张某除了借了钱 就没有帮助什么 于是就还了几句嘴 结果两个人就因此吵了起来 最后李某实在是不想再听张某的啰嗦 就对张某说 咱们两个人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转身就想要通过室外楼梯 来到二楼的休息室 可这时候张某却追了着上来 拉扯着李某的衣服 李某在挣脱的时候 推了一下张某 就让张某直接从室外楼梯上跌落了下去 在这之后 李某并没有直接去查看张某 依然是走到了二楼的休息室 给自己泡了壶茶 等过了好长时间才下楼去查看 这时李某才发现那倒在地上的张某 已经没了呼吸 李某当时心里还有些慌张 毕竟这可是一个大活人 要是被警方发现了可解释不清 可是怎么掩盖 尸体要怎么处理 紧张之中 李某听到了自己养在后院的那七只大藏鸥 李某马上就想到自己 每天为了给这七只大藏鸥喂饱 每天都要用掉将近60公斤的鲜肉 于是就想到了 这李某浑身上下 架起来也就50多公斤 李某还注意到这些大藏鸥 咬合能力很强 平时喂他们一些肉里面的骨头 都能直接嚼碎 这不正好就能够毁尸灭绩了吗 于是李某就走到了后面的厨房里 把张某的遗体 做成了当天这七只大藏鸥的狗粮 然后还用清水 简单地清洗了一下室外楼梯 以为就万无一失了 可谁承想 就是因为这七只大藏鸥 才让警方找到了破案的方向 案件的真相虽然水落石出 但是对于张某的亲人来说 这真相过于残酷 他们心中实在不理解 这看起来真诚又老实的李某 怎么会下手如此凶狠 造成张某的死亡 还将张某的遗体 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可真是人心隔肚皮之人之面部之心